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史书 咱们国家拥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 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抗争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尤其是在中国近代 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满目自大 使得国家势力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国家 我们国家遭受了众多列强的入侵和剥削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无数的东西方强盗涌入祖国的土地上 除了占领我们的土地 还盗走了我们珍贵的文物 火烧圆明园就是猎强们卑劣行径的典型 正因为如此 所以导致我国流失了一大批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现在大多都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中 也有不少文物被海外的个人占有 而其中有一件文物非常的珍贵 文物名叫中华唐红如锦刻石 这是唐玄宗时期 册封管辖东北的历史见证 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更是对中国东北史 民族史以及文化史 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1904年 日本发动日俄战争 战场选择了中国的东北 这场战争以日本惨胜告终 然而在清算战利品的时候 日本却借此机会 大肆搜刮东北地区的文物 这块中华唐红如锦刻石 就是当时被抢走的 这块刻石重90吨 有十余立方米 在结束了堪日战争后 我国曾多次向日本政府追讨 但是日本政府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而且日本政府还说 这块刻石已经在日本犯了一百多年 就应该是属于日本的东西了 凭什么还给你们 你们是无耻强盗吗 我国目前仍在继续追讨此文物 而该文物目前被犯在了日本皇宫之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